第一章第四节攀神的迷宫 这一集有一颗绿宝石 有一个这个 刀具上线 感谢这一集 翻译文本的提供 由一下同学 现在也是大家非常热心 给我提供了后面也很多的这个翻译字幕 那么我们这一集呢 主要是解谜 还有剧情 战斗战斗的是零 这个但是呢 这关解谜之前先要收集五样 这个符文的这个标牌 收集到他们以后是用来最后解谜用的 一共有五个 刚才我们是一个这是第二个 收集到以后他们这个标志会收集到右边 我们看到就有一个这个 怎么说呢像一个模板吧 把他们收集上以后 他会记录在那上面 然后我们根据他来解最后的谜题 注意这里还有一个不太好找到 除了这个 以外还要再往前里面走 这就是这关的绿宝石了 在这个尸体上面 不过因为二周目拿过了 所以他上面没有提示 然后后面还有两个 这里有一个 然后再往前走 前面的路上有一个卷轴啊 就在这儿 这个尸体和他这个不拿也没有关系 不影响了 没有什么用处 反正英语嘛 看不懂 有人说这一代剧情不怎么样啊 我估计主要原因是看不懂 英文嘛 然后量又大 看得人头疼 然后基本上就像我说的嘛 吴之家自以为是等于烹子嘛 这就是一个福音牌 一共这就五个了 这个不收集也没有关系 只要你记住顺序 到这里 提示操作以后 我们看顺序是三 三二一三一 看第一下 三下 这个是两下 然后这个是一 然后是三 最后一个是一 这样就可以了 刚才我们在前面看到 我前面二段跳跳上去的 那个是刀具上线 那个也是只有 也是只有这个二周末 或者说是你拿到了 二段跳的能力 以后才能获得 这个优惠上面 可能看不太清楚 但是在游戏上面 看这个画面效果 确实跟3D的电影 这个动画电影不差 这个这一集 标题叫潘神灯迷宫 实际上翻译过来 叫潘神灯宫殿 因为其实有一部电影 名字叫潘神灯迷宫 这个中文艺名叫潘神灯宫 我和我老婆以前挺喜欢看的 这一段就是大家提供的翻译剧情 然后我综合起来 稍微改了改 大家都能 这个提供翻译朋友 都可以在里面看到 这一段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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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攀神比电影里的攀神好汗多了 因此,我们就要有何人生命运的 为了所在你的汪运车上带你来的温暖? 他们想了那些信息在这个山下 那些信息在我们的消息 我誓言到你会让我来说的 我希望你能让我带你带 你们认为这些信息是最尊负的信息 你应该知道我们认为我认为 是它嗎 是的 我的妻子 Marine 不是兩天前 她不是兩天前 她的邪惡 她的心 她的心 和那些遺棄的人 都被困住了 這裡 不可不可以 那是為了 他們把你送到 海浪的 因為他們相信 她在等待你 這裡 給你一個訊息 是的 你幫我嗎 只有生命最貴重 都能說到死人 你很貴重 Gabriel 現在又換場景了 有的 我前面看留言板 有人說 惡魔城 像我前面說的 那麼多遊戲 就是不像惡魔城 這個 其實說的 雖然說有點粉絲吧 但是確實挺恰如其分的 你說這一套 惡魔城 有些人很糾結 惡魔城沒有城 其實後面有個城 但確實不是惡魔城 而且我們的最終敵人 也不是德拉古拉 這裡是有一個解謎的謎題 這個解謎的謎題 還是比較簡單的 然後還會有提示卷軸 我們畫一定的這個技能點 可以購買 不過這個是我自己解的 因為這種謎題實在是太簡單了 它是挑戰官的要求是五下之內 只僅於五下就解開自己謎題 怎麼樣做呢 就是我們可以用左腰稿來操縱 控制外內圈 然後是LT和RT鍵 控制順時針還是逆時針 要按的鍵只有一個這個順時針 然後外圈順時針兩下 內圈順時針兩下 然後中間內圈順時針一下 來就可以了 這樣五下之內 總共五下 就可以也算是本關的這個挑戰 這就是他的妻子馬瑞嗎 馬瑞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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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我 只有你一馬賽 你只得受過託 你似乎臨到中間 这本来一个热带雨林的样子,旁边就是个运天雪地啊 他的这把飞刀算是剧情上比较关键的东西吧 因为我们看到这把匕首前面就虽然说是这个幻象一样的 但是实际上是在幻象中也是查死了他的妻子 是有一丁含义的,这个我看过翻译很多人没翻译到 但是我玩过后面的剧情所以还比较清楚 所以这个都没有按照大家的翻译来 这关我们看到所有的条件都达成了 那么好,我们这段节目就到这里,下一场就是Boss战